第25屆電視金鐘獎今天下午公佈入圍名單 蔡凡希以通靈少女入圍心境演員獎 但蔡凡希受訪時則坦言開心但是沒有信心 我只有開心也沒有信心 有入圍我就很開心了 但有沒有得獎我就也沒有抱太多的期望 就已經借電盒八天了 然後今天聽到說有入圍我就又開始吃澱粉 明天又開始不吃 因為今天要慶祝一下去吃一下火鍋 大家都是強敵大家都會演戲 就是先把自己變帥再說吧 而愛青雅主演的電視劇因為上映時間 只能等到明年報名 不過她也非常為好幾位入圍的好朋友感到開心 也期待明年有機會挑戰金鐘 我姊姊也入圍很替她開心 然後還蠻多好朋友都有入圍 像我哥哥也有入圍 然後我的女生玉婷姐也有入圍 就很開心 很替她們開心 沒關係我會繼續在好好的演戲 然後繼續學習成長 對 我的應該是明年吧 我是最後一部 那有沒有信心明年再學習回來 有沒有信心 我一直都沒有想過這個 我就是希望可以演好 然後就是能夠自己進步 沒有想到這麼多 金鐘入圍公佈幾家歡樂幾家愁 但能夠獲得提名 對演員而言都是值得開心的事情 ETV新網採訪報導